爱的选择 你的幸福就在这里启航 我还是你们的小红娘 同样欢迎秘诗里面的四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你好 我想与你牵手游遍祖国三峨 大家好 我是曲立芹 欢迎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60岁的年龄 30岁的心态 三号女嘉宾你好 幸福的秘诀就是要好好说话 大家好 我是岳言 欢迎四号女嘉宾 家有闲内住 健康我守护 我是霍女士 其实精致的生活呢 和金钱没有直接的关系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生活当中多一些讲究 少一些将就 您的生活也会精致起来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呢 说自己胡罗巴都的 生活了69年了 来到现场 就想让现场的女嘉宾 帮她指点指点 来吧 接下来 让我们先看看她的照片 这张照片 我觉得特别像过去的 那一种拍电影的人 造型也好 西服也好 都挺到位 挺潮啊 对 而且那个眼神 那个光色 感觉特别到位 明星照 感觉当年她家挑战也应该不出吧 就感觉这个头型啊 是啊 不错 不到现在 是不是还是留这样的头型啊 带个大波浪 对 接下来再有请男嘉宾上场 我是一个简单男嘉宾 需要一个简单的爱情 就这个男嘉宾 我是男嘉宾的高大型 好 欢迎您 您好 男嘉宾 刚才上场的时候也说了 你看我将近70了 这身体状态多好 是吧 您对你自己的身体状态 挺满意的是吧 这个平时的时候会锻炼身体 天天游泳 特别 天天游泳 每天都是游泳一千多年 接下来咱看一看男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20539号男嘉宾高先生 水扬人 69岁 离异 企业退休 无住房 儿子已独立 人生如棋 可惜我银生了这盘棋 下得真的不太满意 但是我不硬说 我是一个外向人 现在有话有话说 我也不爱射脚了 曾经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游泳 每次一游就是一个多小时 之前也和朋友旅旅游 自从去年把嘴撑到了 就是我也不游泳了 也不旅游了 觉得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尤其是日常 让我在家待得心里很空虚 那种孤独寂寞 自己感觉到自己都有点郁郁了 我也不太爱做饭 每天都是下点面条 买点屎就对合着 非常想找个伴在一起生活 我没有更多的承诺 但我会时心时意地和你过日子 我也不想给未来老爸有任何负担 所以现在赚钱 为了给自己补标医保 最大花销营用的史上 我是为了做平凡的人 除了身心没有太多的给你 二的选择我来了 二的选择你来了 我感觉到活得几乎累 接下来咱看一看 民室的女嘉宾 对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你好 女嘉宾你好 你好 那个问一下男嘉宾会不会做饭 做饭不会做 就面条会像面条 其他的不会做 女嘉宾行 就买着吃 就买着吃了 这个经济实力行呢 我就喜欢会做饭的乱食 这个女嘉宾你怎的呀 就如果对方不会做饭的话 就pass掉啊 还是想教教人家呀 对呀 他说可以学一学 我就可以教教他们了 那我想问一下 女嘉宾你会做饭吗 我会做 那你想找一个会做饭的 啥意思 自己做累了吧 想找着替班是吧 我想就是轻松轻松呗 就是我有时候在忙的时候 他可以帮我做一做 他赛于学我就可以教他 你多长时间能给咱男嘉宾 就是教好 多长时间简单的话 饭菜有一个星期就能贵 速成班呀 那有个一台高 我怎么做我能做啊 那还行 好女嘉宾 这外形你乡周妹啊 竟然人做饭 外形穿着还挺立点 好的 谢谢一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你好 我是四号嘉宾我先说啊 我昨天好吃 我整包着包饺子啥 你都肯定挺适口的 哎呀 太好了 那我就需要这个 是吗 我就会做馅儿的 包饺子 饺子 尤其这个馅儿的特别好吃 我家人都爱吃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最爱吃什么 我一般就是饺子啦 或者是有时候吃初粮 高女化啦 爱吃初粮啊 初粮我不太会做 高粮米饭还不会做嘛 这多简单啊 那那个简单 那个也能做上 一说到包饺子啊 咱们男嘉宾眼前一亮 但是我想说的是啥呢 咱先把这吃的一些放一放 咱先看看眼前 这个影儿相没相中 看没看上 感觉立正 是吧 挺好的 再微笑一点 是 男嘉宾好像表情有点严肃 不爱乐哈 真的呗 你能不能迅速把它逗乐了呢 你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做什么 你喜欢唱哪去 我就带你去陪你 哎呦 天哪 这四号女嘉宾太场了了 真行啊 咱们接下来咱看看 二号女嘉宾 对待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刚才听了你几句话 我感觉你的心态要调整一下 这天跟他大人特别空虚 老看电视也不行 可能咱们都经历过一段特殊的时期 你看咱们在家的时候 都有一堵亲朋好友 但是男嘉宾就自己 所以说倍感孤独 这样啊 你嘉宾能不能劝劝男嘉宾 现在我们国家也好 就是说我们电视台前面的人也好 单身的人也特别多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么每个人他都有各自的 不同的孤独感 如果没有孤独感 大家也不会到这儿来选择 这样呢 就是说有一个好的心态 面对一个好的生活态度 调整一下之急 你一定会很好 好 谢谢二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游泳 旅游 这个都是非常喜欢的 旅游是跟团走啊还是 跟团走有人自己走 比如说是汽车 你选择伴侣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呀 距离什么条件呢 我找个游演员的 一瞅的时候 我就是说话呀 跟着就是情分一合的 那游演员是只长得好看吗 还是别的 那游演员那肯定也差不多的 你是什么党位退休的 这谁党的茂长退休的 退休已经四千多了 谢谢我们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和男嘉宾呢 要从四位女嘉宾当中呢 首先要选择一位上台来和她聊聊天 她会选择几号女嘉宾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位 帮着参考一下 男嘉宾啊 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 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包子 饺子 面条子 所以我觉得咱们四号姐姐啊 插对插得特别到位 虽然在人家往下讲的过程当中 她一下从四号插到了前面 所以我觉得四号姐姐 对你的热情度特别高 另外一个我觉得二号姐姐 刚才对你的劝慰特别好 因为人呢就怕孤独 所以呢身边有个老伴 排解一下寂寞的情绪 能够让你开朗起来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方面 咱们二号姐姐一定是非常到位 另外叔叔啊 我得提前跟阿姨们说 我们叔叔想找个经济条件好的 那二号阿姨 我只能推您了 您条件是太好了是不是 二号阿姨条件是最好的 经济条件啊 好的 接下来男嘉宾会选择几号女嘉宾呢 广告过后就再继续 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时尚女士亮丽上台 男嘉宾被迷得说不出话来 他见多十五 他见多十五 一玩意儿他还得不出话 你老瞄人家 你想看你就大胆地看 一个男人的对他 那种审视人 实际上一见儿远之间 男嘉宾现场叫停 声称自己档次不行 就是咱们一落房一块去 档次不行 他说没有电脑的不然多 没有他落的 不上这来也不知道 还有这样一个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九毛九 九毛九 敏试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九毛九超值体验开始了 原价299元一平 现在打进电话 只要九毛九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今天只要九毛九 简直太超值了 赶快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敏试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不酸药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抢到了 敏试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不酸药 今天只要九毛九 太值了 原来一瓶就299元 今天只要九毛九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瓶 一下子就省了两千多块钱呢 太划算了 你还等什么呢 赶快抢吧 敏试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一比一比一 黄金配比 吃一样不酸药 我们都在吃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庆祝敏市家蓝莓枸杞叶黄素支片销量遥遥领先 厂家策拿出五千和回馈消费者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 今天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一样不酸药 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数量有限 至现前200名主动打进电话的朋友 抓紧时间 现在立刻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报名体验吧 你还在位眼干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光眼 白内障而困扰吗 你还在位看不清路 看到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 视力还是不够好 马上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电话 致市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 补三样 每天含一片 补足眼营养 增强眼视力 医学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叶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可吸收进入 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 敏市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从优质万寿局中 摧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从野生蓝莓中 摧取天然花青素 配以滋骨干肾 清热明目的枸杞 一比一比一 黄金配比 吃一样补三样 每天含一片 补足眼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视力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进电话 只要九毛九 一个电话 快递免败送到家 吃一样补三样 我们都在吃 强强强 九毛九超值体验 开抢了 敏市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不找中间代理商 不做豪华包装 人正低价 让利百姓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 只要九毛九 今天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一样补三样 让你的眼睛 越吃越清亮 数量涌现 只限前200名 主动打进电话的朋友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我觉得这个二号女嘉宾 是个文艺青年 那个时候真的拿上小提琴了 嘉宾条件不错 年轻的时候也是 你文艺青也是很紧 小提琴的确是下了功夫才行 不觉得她像灰卷吗 就长得很娃娃的感觉 好好看 又漂亮又会拉小提琴 是啊 我从那一感觉 她得六四五岁了 虽然腰片 我看阿姨会算命吗 她一转就知道我被我扣 来吧 这样一个优质的文艺女青年 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掌声请您上场 当你的眼睛迷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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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景色挺有幸福 以后都穿衣裳 挺慈善的 年轻的时候 我走得很快 现在我想慢慢和你一起走 走的事好像 眼大好多 大家好 我来自谁呀 年龄不柔人呐 再好腰点好看 日子大也不行 女嘉宾一上场 真是把我震惊到了 您太时尚了 穿衣带帽子 立着点 也是给别人看的 也是给你自己看的 丝袜是黑丝啊 人家是戴楼空丢客的那种 小丝袜就跟咱们不一样 丝袜 而且我还感觉 阿姨 你跟你小时候没咋变 因为我们看到 你那个照片里边 你还拉着小提琴 是学过小提琴是吗 那时候都是玩 就是玩的 就是玩 也没有系统的学职 感兴趣而已 对对 大哥门前在 不穿衣裤也好看 大哥就好看 如果我一看到他 我就想跳舞 你知道这跳什么舞吗 你算是说着了 有这个遗传 有这个遗传 新疆 新疆的血统 对 就是五官 非常立体 啊 灰雪啊 灰煮 我快说了 灰煮 它很漂亮 所以说漂亮是不是 你老瞄人家 你想看 你就大胆了 看 对呀 是有点紧张吗 非常紧张 不紧张 这样我们夸了 女嘉宾一顿了 你也夸一夸嘞 我也不会夸 那你是没看上啊 还是觉得长不好看呢 没啥夸的呀 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 说 可能啊 男嘉宾对女嘉宾 不太了解 这样啊 咱先看一段短片 看看人家女嘉宾 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16361号 女嘉宾 刘女士 沈阳人 64岁 李毅 个体经营 女儿已婚独立 我的心态特别年轻 没事的时候 愿意做一些小玩意 拼她的一些东西 还有我习惯于装饰 这些家庭装修装饰 这是我的一个酸肠 有这么一点天分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 以休闲为主 没事去蒸个桑拿 按个膜 做着美甲 享受生活 别看我现在生活的 比较滋润 但是年轻的时候 也是打拼过的 在国外15年的一个生活 也确实验证了自己 这份自信才真的是硬道理 我在匈牙利做的是 由中国特赦的工艺品礼品 文化自信 让我在一国他乡 站稳了脚跟 现在我也在开展新的 高校释放空气 复理养 成了一个新的公司 年轻的时候 一直因为忙碌 而忽略了自己的情感生活 也是我的遗憾 这些年 我验证了自己 也没有荒废我之身的年华 从而在情感的这个旅途上 我也不想荒废我自己 也不想让自己的情感 按摩实摄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干啥现场 你家没有在国外做生意的这个经历是吧 15年 做了15年生意 对 在那地方竞争什么呢 工艺品礼品 工艺品 都是咱们中国特赦的一些工艺品 都是中国特赦的 是不是咱们中国的一些东西在国际上 或者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我做的是幸运吉祥这一类的 就是有中国文化的 中国节啊 就是说要给他们讲解这个东西寓意是什么 所以说你一半做生意 一半是在向国外去宣传咱们的中国文化是吧 对 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身上 你还真说对了 所以说你看 它不光是一个 我们不能用商人这个意义来定义你的身份 你看它穿那个外头衣服肯定有个外套 从那个外头那个 就是那个 大马甲 大马甲 那衣服上的 我觉得不会错 真的是有情怀的一位女士 谢谢 谢谢李姐 而且让我非常羡慕的 你们家那一些非常精美的摆件也好啊 家庭布置也好 就能感受到你的生活的一种平衡 也是 也是我有这个天分 所以说我们都要往哪儿放 还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家庭装修啊 就是设计出来的图纸 我来给他进行改造 这样的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美 那你修复 很有成就感 太精致了 那你觉得就是家庭的东西的摆放 就对一个人的心情 或者是对一个人生活重要吗 生活你在很轻松很愉快 因为你很喜欢这种美 你自己感觉就非常的 愉悦 很愉悦 很开心 而且那种环境当中 对对对 待几天都不会闷是吧 待两个多月我也没烦呢 生活很丰富 看着挺复礼堂皇的吧 夏天环境好呗 一个男人的对他 一种审视人 实际上进而远进去似的 也不是说的不好 就如果有一天人告诉你 把你家也装修装修 这儿挂画 那样挂个碟 生活到一定程度去想就这样了 就是说你的心情到那儿了 你就会去想着 把我家弄得美一点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把我家弄得美了 所以我心情才开心 没想过 现在条件不行 咱们条件 不是因为条件 是因为你是否有这个意愿 来去想改变你这种情绪 改变这种情绪 首先你要把这个环境营造好 你就不一样 改变那情绪你改变好了 你不得拿钱吗 不需要什么多少钱 不需要的 反正不需要 就很简单 所以说这两个人在生活的要求和态度上 好像是有点差异 是不是啊 这样谁好谁坏 或者是这个谁对谁错 可能都不是那么太重要的是吧 这女的有点像给人今儿远之的感觉 我是那感觉 就是你就她和她相处 她有些啥事 也太好相处 对对对 因为她见多失火 她见多失火 我特别赞成咱们刚才女嘉宾所说的话 其实你如果用金钱 用更大的物质去堆积你的生活的话 有很多人都是那样过得特别不开心 你会发现你对生活投入热情的时候 你哪怕你先装作热情 你也会带动你自己变得热情起来 是吧 是的 来吧 落到这儿 男嘉宾深深叹了一口气 可能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跟你的截然不同 但是他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 去让他感受一下生活中的那种灿烂和阳光 好不好 来吧 没问题 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85分 85分 太低了吧 太低了 我还可得给你打90分到100分呢 但是他气质好就好 但他吵的事儿大一点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就别打了 生气了 猫子 分低了 我给我自己打分是99 只有那一是没有另一半 所以说他值一分 不给他打了 没法打了 你要是打太低了 我显得不 给你一个满一分 60 60 好 接着有请二位 请坐 人也是一个眼光 人就是那眼光的 就像你是那 我瞅你好看 你别人呢 就是咱给你闹不上一块去 党是不行 你是觉得你刚 他闹那些东西吧 咱闹不上去 你会觉得有障碍 是 说明这门不严过 越来越远也得给他 啥闹的 不闹吧 没有啥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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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这来也不知道 还有这样一个 现场到底发生了啥 男嘉宾急需你的答案 他跟你说了 真的 不会要你的工资卡 这么无意了 对 面对男嘉宾的突然离场 与嘉宾会有何表现 叔叔我跟你讲 你太瞧不起人了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品牌汇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一生君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起码 说起这杀起码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杀起码呢 还是在用木糖醇 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 咱们肉眼看得见 苏松软糯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一生君和坚果 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杀起码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起码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啊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一生君 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起码 就正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一生君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刻意抓住机会啊 这添加了一生君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杀起码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呢用木糖醇呢 代替了白砂糖 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一生君 木糖醇山药坚果杀起码呢 今天啊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起码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却总说不用 说坐地铁方面 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息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没有上楼子 没有上楼子 不好 其实我的小子你能相中吗 我想我想想 就是说现在他说他看上你了 你马上就能跟人家是不 能啊 那能看 不早的像也不能早的 你看中人家没 跟颜月学的 我颜月不也挺好 就是他哪里你都看中了 是不是啊 现在就等人家回话呢 是这意思吗 对 其实还行 那浪费有点效应 可能 我怎么办 刚好怕 要这个社呢 人家那么有钱 他上来给人家打八十五十啥意思 你点击人家 你就慢慢给人家等了点会儿 你还想给人家的钱 你就给人打一百十 就修了 对 你是属于驴鱼的 对 很早很早了 很早 孩子多少了 孩子快四十了 男孩女孩 女孩 你那个说话好说 四十五 嗯 那个就是 那你这条件很好 你好找啊 说话没限制啊 没限制 没要求 但是没要求 反而 我这分数也不行 你也好六十块 你能跟你搭 能跟你搭 给你开个玩笑 能跟你搭吗 真的 给你开个玩笑 对 他早有钱 那他不是二十块钱 你要小伙立正干净 对 我为你服务 你占腰味我都保证 你最后白脸就小白脸 刚刚出现了点小意外 就是男嘉宾看完女嘉宾的短片之后 突然发现女嘉宾好像有点遥不可及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 状态不太在 然后我们的编导对他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我们的女士非常大度的坐在这儿 等待男嘉宾 其实我不能说女嘉宾男嘉宾多么的对缘分 但是我觉得他对别人这份尊重 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男嘉宾你真应该对自己自信一点 您现在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瞅谁都高不可攀 那你怎么往下走下一步啊 是不是 这男嘉宾 神秘不是男嘉宾 所以我不那么好 这样吧 男嘉宾 咱们也先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他的感情经历 更进一步地去了解一下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来 我有一段开始很文行 结局却很凄凉 总体来说很失败的婚姻经历 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 我知道三十三岁才结婚 我和前妻是在婚家所门口相遇 一见钟情 他比如小齐碎 虽然他是农村的 但是当时他说他自己做买卖 价尽不错 所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 我跟我前妻说一说什么 就吵吵吵起来了 吵吵就散了 我以为没了婚姻我还有儿子 儿子也说会有婚姻姚老 帮我交姚老保险 于是我把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改成儿子的名字 但是儿子在他的崇恿下 也不跟我联系了 去年我把腿伸坏了 想让儿子来看看我 但捉住电话之后 他只给我订了外卖 之前要脱 给儿子打电话 他说自己在外地也对我不理睬 我对我儿子实际的希望 完了我就自己开始攒钱 半年攒钱半于一宝 半年攒一万块钱 还差一万块钱 再婚之后我也不太想把工资卡 相交给老伴儿 又是能住老伴儿家 还是住老伴儿家最好 我的经济条件不太好 但是我的经济好 能不能接受我的条件 就是让这个女方条件好 这有房子她过去 就是养她的 就是她把工资都能交 可能啊 那算人家不全就交人家 我们叔叔二月份就报名了 其实报名到现在为止 因为中间有一些特殊情况 没有安排上叔叔嘛 所以这段时间叔叔特别孤单 每一天跟我们编导啊 包括我们一些工作人员 就是发我好孤独啊 你们来帮帮我 我真的好孤独啊 所以说她现在这种孤独感 特别的强烈 这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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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不孤独 回家就一个人要不孤独啊 孩子三十 三十四 这不打牌 为什么 没有钱给她呗 她要跟前提打仗 孩子也会分个对错 哎 你还真说错了 没有钱 我孩子不要我一分钱 全的孩子 而且我孩子也非常好 你给他请 行吗 对 咱们穿不了头衣 儿女和爹妈永远是不一样 我想问一下 你怪你儿子不 你觉得他错没 各说各的女儿 人家说人家不错 他俩都有关 不是那个前期说的 他那表现孩子都能看着 但是你现在也提出了一个观点 你也要找一个条件好的 你需要对方搭你吗 那有可能 他想花地方钱呢 他花对方钱的他呢 他钱呢 他不条件不好吗 有这样的想法 对 那有可能 这样省城中 我们这便宜的地方 你别跟他 他不去 他不去哪 需要对方帮助你什么呢 在金钱上对你帮助吗 你花对方钱 你得说感情数那块 花谁都行 你要是人对你这样不好 也可能没花 你去的咋 没话说 没话说 那你会给女方什么呢 我条件不好 条件不好 条件不好 你会对女方好吗 好肯定会好 你就是 你条件不好的理由 来找女人来了 找条件好吗 就是 你是多大的 省份 看条件不好也成一样 来 咱看看啊 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也着急要说 来 哪位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那你想找另一半 你俩人如果能成的话 你可以领证吗 领证不俩人研究吗 各方面条件成熟了 俩人都那么小的 都可以领证 那女的用给你彩礼吗 给女方彩礼 你不是 给女方彩礼啊 我可没有彩礼 女的给你 你不是说想找一个 对方条件好的吗 那不可能吧 那你是啥意思啊 你怕跟他在一块 他倒从你要彩礼 不然的 所以说你是带气说的啊 对啊 他就想找一个女方 对方比他条件好的 那女方图意你啥呀 我能提供啥 就提供这一个人 我还能提供啥 就提供一个人 人可多了去了 那你自己 具体有什么那个特长吗 没啥特长 这那时候有啥特长 没有 没啥特长 那女人图意啥呀 图你啥呀 不图啥就别谈呗 不图 咱们这个脾气还挺大 咱们这个脾气 咱们这个脾气 脾气还挺大 咱们这个脾气 有啥用脾气 讲话唠嗑就问一问嘛 那也谈不上什么 抬杠不抬杠啊 其实那个密室里这位姐姐哈 你刚才所谈的这些话题呢 我觉得如果要正常交往的话 的确是需要问的 但是恰恰咱们男嘉宾呢 现在他内心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可能是特别希望能有一个人 在这些方面能够拽着自己 能够更阳光开朗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 你条件不好 你们这个有身体能力 情况下你再挣点钱 刚刚男嘉宾也说了 跟那个女嘉宾 那密室里的女嘉宾也交流了一番 现在时间交给二号女嘉宾 二号您是属于条件很优越型的 是吧 您现在住的房子是 您问我哪处呗 那一够几处 三处 最小的46个楼 最大的楼上楼下 300平坪 战争全 12平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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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住的是300平坪的 对 所以说您现在的条件 和男嘉宾悬殊有点大 是 差不多 你会有一种优越感吗 就是在 或者是说你在这个位置上 不理解男嘉宾为什么这么想 是这样的 你不理解哪一点 因为你是男人 是吧 你有男人一种担当 另外说你一定没条件 还是不搞 那你说正好 差一点 你说你一个男人没钱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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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着女人就不图你条件 最近把你这个人 是不是要懂得付出 你像有点小礼物了 是吧 这是你一份真正的一种表达 也应该有 你本身你条件差 你应该说对女方好一点 看我想你说你这家务事的 什么什么我都干 对 最行 我关心你 你要我干啥就干啥 对 这有好处 其实刚才看到几位阿姨 对叔叔有一些误解 我倒是挺能理解阿姨的心情的 说实话 这几位阿姨条件都不差 找的肯定不是说多金 然后又什么怎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男士 但是你们对叔叔的误解 真的是让我特别着急 其实叔叔中间经过经历过一段感情 他也很爱对方 而且也承担了男人 也应该承担的一切东西 包括那个女人跟他提出 每个月你要给我一定的生活费 叔叔也是照着他的方式 照着他的要求也给了 但是直到他最后跟他的儿子之间 产生这个房子分歧之后 他的医保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之后他钱不够了 然后那个女士就离他而去 所以说叔叔现在是困难期 种种打击 包括亲情的打击 然后让他现在非常的消极 并不代表他不能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 阿姨 所以说叔叔一直在跟我说 说你不要说这件事情 不要说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不了解这个情况 对 我都没有 我的条件 那我肯定找你对你好的 你长得也不是白马王子这样 那比如说 什么都主动的 刚才二号说了 你会在您节假日的时候 给对方买礼物吗 买礼物 我都不会买 对啊 对啊对啊 是吧 只要你心里有 你包米花也只有两块钱 你能花吗 是吧 有的人都想不到 好啊 您的像对你也起啊 建立主 我工资都教你 完事儿我教你 我都干 我都干 这 可这样还差 说了这么多了 男嘉宾哈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了 您是不是没有朋友 有 现在不来我 那为什么 没啥意思 那些朋友都不好 开交不起啊 人老请你啊 等你请的一件事 你自己就打上了 你行 那你他能吃人吗 他呢 他就不敢动他嘛 男嘉宾你是主要是经济问题 所以就说不出去社交吗 对的 经济问题不好 不可以社交 他要抽一样喝酒就不够 就不够 你再交朋友就更够 他要是正常的 都够了 你需要多少钱攒下来去交医保 还差一万块钱 差一万 你现在有没有规划 你一个月要攒多少钱 一月攒两千吧 两万块钱还没有啊 攒两千 你现在生活费只有一千是吗 一千多块钱 你够不够自己 维持吧 维持 现在如果定一半跟你攒一块 你觉得一千块钱够不够 找个女的咱去养会 去都负责 咱的条件不行 所以说你这个只能是自己顾自己 所以对方的条件好 就是你自己也我要照顾自己 世界一丝包 这样条件好也能找你吗 现在 你看你不给自己人找死胡吞了吗 有的女的要工资卡 普遍地要工资卡 不要工资卡跟他说 不会要你的工资卡 你自己的生活自己安排 那行 真容易了 你不要工资卡行 我责给你 不要工资卡 我责给你 最后问题 当你攒够这一万块钱了 你的生活应该是啥状态的 我想问一下 那生活就挺好的 就能放开点 就这三千块钱你给对方不 最低交了两千 咱都谈不起 真的 都谈过这事 你把男人就印的钱呢 我给你打底 压底 你完了 你就干嘛 那我心眼也有个不能 二千块 二分心眼多 你能整了 你现在把自己怼到一个死胡同里了 你说我要找条件好的 是不是 有烦的 咱们找了一下 那是上盘呀 对 人家能看上我吗 但是还差 人家看不上我 但是我就想找人家 那你怎么找呢 你这不自相矛盾吗 所以你要求对方 岁数可以大 长得可以不好看 是这意思吗 这都是似会早就行 叔叔我跟你讲 你太瞧不起人了 而且你太偏激了 你有追求更好条件的勇气 完了还没有这自信 你说你啥整的 就是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根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自己的不认同 因为当我们对自己认同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我认可我自己的优点 我认可我自己的缺点 我认可我自己生活有优质的一面 我也认可我自己生活当中 困难重重的一面 你只有你认同了你自己线下的生活 你才有勇气 有能力 把你的这种能量传达给对方 人家才能够愿意靠近你 其实认同自己是什么 就是身边有价值的 身边能够看到的 有用的一种评估 这是有用的评估 对我们自我财富一种提升 讨论的这么多 你慢慢消化 咱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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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婚姻 这段婚姻 算是跟幸福那边绕个道 那时候太年轻 你想要的幸福是啥样的 首先 有语言交流 要精神方面的 对 不要什么浅不浅 不需要 这就是一个 他懂得付出和关爱的人 因为 他就是一个 我的付出 我想能换回来 想要说 想得好一点 会说话的 他有别的事 对 刷下去了 对 小别一眼这一跳 挺会说话的 你等来等去 等来等去的 他就有活 是 什么东西会打动你 一句 关注我的话 就能会打动我 晚上回来晚了 在哪儿了 对 安不安全呢 对 身体好 语言上美一点 对 会说点 对 会安慰 对 给点温暖 对 突然有一天 女人坐在床头 然而哭 你咋劝 你不到用啥 咋去了 心情不好 笑了 满声道 这种问可以吗 怎么不行呢 那两个在一起 就什么都说 对不对 他要不说呢 那也不好问 他不自身 那为什么说 实际说话 就是一个老头 一心一意为你 一样的干啥 一意不能做二 这是最好的 女嘉宾 因为你说了 一位男士懂你 他算懂你吗 不懂 那女人实际是最好的 对 因为她们没有那个心 你喝咖啡 允不允许对方 哎呀那味太难闻了 谁 无所谓 这边就菲利格尼亚的吃大蒜 也是可以的 你要是不出门 在家都可以 穿衣打扮上 嗯 所有的衣服 几乎都是精心搭配的是吗 差不多 你每次出门 买下 上楼下买菜也是这样吗 只要出门 就是必须 我就是休闲的衣服 他们都说好看 嗯 反正谁谁见着我都说 哎呀这太漂亮了 我说我会有这种感觉吗 所以你会要求对方也要打扮 我会打造对方 哦 就全全交给你负责呗 对 所以说你的生活精致 你需要对方跟上你的脚步吗 之前不具备不重要 重要得跟我摘齐 我让他具备 因为我有这天分 我会打造男人 那如果对方真的是 多少年的习惯 就是这样改造不了呢 不能随和这个生活怎么进行 进行不了 所以你在开始找的时候 就要按照你这个品质去找 对 好 他全是在女的不好日子 巧笑倩夕美目盼夕 你就是生活在那样的一种世界里面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你不会有烦恼 但是我相信人活在世界上都会有烦恼的 是不是这样 看你怎么来排解 怎么来对待他 对 是吧 对 所以我这话是给大哥听的 你知道吗 多开导一下自己 积极地去面对生活 而不是觉得这个也对不起我 那个也对不起我 怎么就对我这么不公平 如果你成天要是陷入到不公平的 这样一种怀疑的态度里面 相信这样的一种孤独感 会越来越延长 好 你只有去面对它 你才能够知道优势在哪里 缺点我怎么来做 怎么来改变它 好 接着强瑞来到我身边 来有请 好的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可以说是在享受生活的过程当中 去感受着幸福啊 这点点滴滴生活的小细节 确实是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枯燥的生活 营造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也希望男嘉宾 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 去享受生活 就可能在你床头摆的一颗花 它盛开的那一刻 也能让你感受到愉悦 你要去发现好不好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 无论条件好与坏 你都要有品质 而这种品质 并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好吧 来接着邀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好的 谢谢 哎呀 想着我了 你同意我 你同意我 哎呀 我的妈呀 哪有那笨的 哪有不能那笨的 打着你毛病 这啥不够用 清楚了 男嘉宾来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一片钟情节奏快 女嘉宾现场撒娇惹怜爱 嗯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不表示一下呢 以后我对你不好了 你还会写啊 留自信啊 好 最终选择前 男士再对谁勇敢求爱 就是客家导就是这个 如果愿意 我愿意跟你选择一下 哎呀 我心里那么愿意 爱的选择 答案马上揭晓 九毛九 九毛九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九毛九超值体验开始了 原价二百九十九元一瓶 现在打进电话 只要九毛九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今天只要九毛九 简直太超值了 赶快打电话 报名体验吧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啊 不酸药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抢到了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 不酸药 今天只要九毛九 太值了 原来一瓶就二百九十九 今天只要九毛九 我一个电话 就抢了十瓶 一下子 就省了两千多块钱呢 太划算了 你还等什么呢 赶快抢吧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一比一比一 黄金配比 吃一样 不酸药 我们都在吃 惊喜 惊喜 特大惊喜 为庆祝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支片销量遥遥领先 厂家车拿出五千盒回馈消费者 原价二百九十九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 今天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一样 补三样 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数量有限 是现前二百名主动打进电话的朋友 抓紧时间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报名体验吧 你还在为眼干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光眼 白内障而困扰吗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 看到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 视力还是不够好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 支持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 补三样 每天含一片 补足眼营养 增强眼视力 医学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从优质万寿局中 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从野生蓝莓中 萃取天然花青素 配饮滋肚干肾 清热明目的枸杞 一比一比一 黄金配比 吃一样 补三样 每天含一片 补足眼营养 预防眼疾病 脏墙 掩饰力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尽电话 只要9毛9 一个电话 快递免败送到家 吃一样 补三样 我们都在吃 墙 墙 墙 9毛9超值体验 开抢了 敏试家 蓝美枸杞叶黄素 不找中间代理商 不做豪华包装 人正低价 让利百姓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 只要9毛9 今天只要9毛9 9毛9 吃一样 补三样 让你的眼睛 越吃越清亮 数量涌现 至现前200名 主动打进电话的朋友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男嘉宾 来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您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四号 四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 四号女嘉宾的照片 诶 特别温柔贤惠的一位女士 你这个练入什么手段 你的打电话 好的 接下来 咱们掌声我请您上场 我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我要找一个能保护我的大男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这个女生挺好 生活都是一个嫌弃了我 大家好 阿瑞来夸您 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士 您自己也夸自己 是温柔贤惠的女士是吗 嗯 您怎么个温柔 我会就是对我的另一半呢 就是说特别关心她 对她的身体啊 生活啊 非常的照顾 嗯 然后她喜欢吃啥呢 我会做包着 饺着 都是非常爱吃的东西 对 女的类似的 亏过日子 这假才能过好 啊 完事呢 我没有脾气 如果她要跟我发脾气的话呢 我可能脾气就来了 要不和我发脾气呢 就是我也没有脾气 就别惹慌你呗 对 你敬我一吃 我敬你一炸 嗯 好 这个那么对于男士 但是不太会哄女士的 就比如说我们对面这位男士的话 你怎么办 那我就生气了 你就生气了 嗯 我干活就没有劲头了 你这样 您应该有人生个气呗 看啥样 嗯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不表示一下呢 以后对你不好了 第二天就把衣服裤全冷出去 嗯 自己写 就能立竿见影嘛 嗯 能 嗯 所以说你要是说你表达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高兴了 如果对方立刻来哄你就会好 那我就好了 我说哎呀 还行 那我干你 你爱吃啊 我总给你做 只好你说 我不吃了 我就给你做了 换样 换样了 就是说你气来得快 嗯 回去也快 性情女士 对啊 我都是这样的 你还在写啊 多自信啊 嗯 多好 来吧 男嘉宾见到女士了 感染怎么样 我说对女士 我这找条件好的吧 嗯 就是找条件好的 对我好的 对我好的 对你好的 嗯 我这听这个男人说话 好累的吧 好呀 爱那样的也行 对吗 不值 不值 对呀 不值 哪一方面都不合行 一会问他那句话 他都问他不明白 他智商有问题 女嘉宾您条件怎样 我条件不算太好啊 我才挣2000多块钱的工资 嗯 我对你好呢 也是感觉到 我们俩感情出到位了 我肯定对你好 嗯 他都不如女的 家床呢 太远了 现在全叫个儿 花一分钱 都在来叫个儿 收入都不准 你家庭条件好 家庭条件好 自己条件各爱对 年号台那一位 人的条件就好 嗯 就这个形象啊 比如说他别的 你身心万贯的 你都不会钱的 你看 他不投赚钱的 我条件好 那对人好的 嗯 这样就行 好 就是过后患上 一般的男人 他都答不到 一会儿来作业 落这个具体的问题啊 先看一看女嘉宾的 得片 20573号女嘉宾 霍女士 水扬人 67岁 三毛鸥 企业退休 女儿已婚独立 我是这个城市 最普通的单身女人 也是一个最普通的妈妈 但是最普通的女人 和单身妈妈 也是有喜怒哀乐 说甜苦辣的 我的生活 可能没有那么多姿多彩 如果说散步 也可以算是 人生中的爱好的话 如果说给女儿带孩子 也是爱好的话 那我的生活 也算是充实的 可能我不做一手 很手的饭菜 女儿和外甥都舍不得我呀 也就是因为这份舍不得 女儿大学毕业 我陪她十年 小外甥出生 我又陪了小外甥五年 如今吧 我的小外甥五岁了 算有缘了 我就是接送 但是我也觉得自己 充当傲便 才发现 转眼间 我就已经单身十七年了 有首歌 时间都去哪儿了 原来时间 都是陪着孩子长大了 如今 想为自己活一次 毕竟我都是 快七十岁的人了 还能有几年呢 所以 我特别想找个伴 我是一个心地善良 如果谁有困难 我都是热心帮忙的人 而且说话办事 齐里咔嚓 直来直去 再找另一半 也不想双方有什么隐瞒 我会时心时意地和你过日子 有钱一起花 有什么事商量着来 其实普通的真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追求自己的幸福 爱的选择我来了 来 短片过后 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跟女嘉宾 打个分数 95分吧 90分 90分 接下来请二位 咱们作为了慢慢聊 好 来 邀请 好 接下来咱们先通过 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觉得自己前半生最大的成就 是找了一个好丈夫 在五岁之前 我是最幸福的女人 丈夫是名轻人 有轻人力刚强 还有轻人力热情 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小伟的名字 我非常幸福 可是丈夫在我五十岁那年 心梗去世了 再也没有人 累了一天 也要马不停蹄地回家 吃我做的饭 再也没有人 静静地听我 说着亲戚的家常里短 再也没有人 给我准备各种小清醒 再也没有人 和我分享喜悦 共担苦难 我的丈夫走之后吧 我一直没有搬家 我终于没搬家吧 就是他真的走了 这十七年当中 我一次量也没谈过 总觉得他在我身边 这次我决定勇敢地走出来 找到另一半之后 班中的衣服三分地 接受自己的新生活 喝大酒的不行 其他的我都行 我都能接受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小外孙可能离不开我 在牵手之后呢 我决定还是接送他上下学 为女儿分担分担 这样的我你能接受吗 这姐都上下 我不上下 我也不上下 怪不得瑞莱姐 你发现刚才她是 幸福小女人的状态 看了她感情经历啊阿姨 您真是忒幸福了 而且你知道吗 私下阿姨跟我们同事 分享的时候 三句不离老公 是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找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事情 是什么呀 是老公啊 有业绩好的时候 赚到钱了带我去旅旅游 是吧 我接触过几个 接触过几个玩意儿啊 就谈了我心目不合 如何如何 你在那经历难受 他不应该去你钱 你这偶尔说要去我 对啊 就傻嘛 是吧 傻嘛 他就总想背 对啊 所以你嘉宾 其实现在谁在跟你闹的话 你都在拿你老公做一个屁 我就想扔一下 就是我家 下来你们去了 就是他走的时候的状态 也没装修 就像他那样 就像改变不了似的 那你能允许一个男人住进来吗 不能 要改变 他不改变 他就是征服不出来了 那还有一点 就比如说 另一个男人走进你的生活 你现在允许吗 那允许 不是可以了 就是说你们现在跟我闹啥 我也不带掉眼泪的 就是十年前你们要跟我说话 我就眼泪能下来 现在不能 他怎么说 我也不能下来眼泪 小孙子也大了 我现在感觉挺寂寞 左右没有人的感觉 吃饭不爱吃 闹客门 人也觉得挺寂寞的那种 所以人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一出现的时候 需要和人交谈 对 这个交流 实际不一定说对方给你什么 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个回应 对 这样的话内心就会有个释放 我什么也不缺 我不缺房子 我不缺钱 我就缺一份爱 折影感 就这两个简单 我突然感觉阿姨 你能拯救你身边的男嘉宾 是不是 你太能拯救他了 现在女嘉宾 您现在是带孩子呢 对 我有个小外孙 您现在需要怎么带房 我就是能得接他送他 现在还给您带孩子 孩子才五岁 哎呦 可以 就是您的工作日是 就是早晨送他 晚上接他 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完了平时那 我的姑爷把导班 我的姑爷在这个外企业 做技术工作 有的时候有夜班 这个夜班呢 我要陪一陪姑娘帮她 带着孩子 因为孩子早上去 得需要我送过 就晚上就过去了 但是那样时候 不躲一周 能有一两次吧 她没为自己活 所以刚才染得住 我就跟她聊 我说这个问题 我说应该是你自三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但每天要送 而且还要有一两次 晚上不能回家 对 是这样的 陪姑娘整整孩子 早上给孩子送走 如果你有另一半了 另一半要求你 不能这样生活 您会改变一下吗 那不能 不可能改变 因为我这个外孙他没有奶奶 就得我负责 就得我负责 我有合适的 我天南海北敢走 能走 现在男嘉宾最大的一个诉求 就是 对方需要给他自助 自助就是说两个人之间 每个家庭 他的家庭和我家庭有事的 我可以往外拿钱 我这人是挺讲理的 但是你要是说的不给我 那不行 嗯 那绝对不行 所以男嘉宾 这是你这个死结 如果谈到这的话 那时候没有往外谈的必要了 是吗 这个男人他真的没活明白 太老了 没事儿说这些问题 要是正经男人 你不提这些话 其实我就来选择了 可以 我选择适合我 我条件就是真实的条件 三千来块钱 对 是吧 但是我教这个养老这部分 很快会结束 这是第一点 我的公司啊 必须要保住 在保住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能搭我的话更好 是不 男人就这样 我看着 看着 看着没理 怎么都好 看着呢 他还差一点 其实都给他机会了 你向你表达 我没有条件 我虽然没有条件 但是我有一分真诚的心 对啊 我能去很好地呵护你 是吗 有些女人在寻求就是这个 对啊 他没把他的用事发挥出来 就一再提起来 他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 其实我觉得刚才女嘉宾 所说的这个 对于亲情 你是特别看重的 我看重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家庭 原来那么幸福 对 还有现在和对子女的这个关系 是特别令人欺骗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家庭观念我特别强 特别强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 大哥可能是看到你那样幸福的家庭 嗯 他会反馈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 对对 但是我想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共同走入到一起的话 对 有一个孩子隔三差五的 能够调剂一下生活的小情趣 是 特别好的 孩子是阳光灿烂的 对 像祖国花朵一样 你看着他那个小脸 你就觉得生活有热望 对对对 我这种多年了哈 我这大外孙子五岁了 我天天看到他特别开心 我不觉得累 对 这样的人也很累 有好多男人也不愿意找这样 好的 接下来了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了请 好 我们的女嘉宾先稍多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的 好嘞 有钱的也是给你管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有请两位女嘉宾再一次登场 大屏幕上出现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你有房子吗 二 牵手之后两人钱财怎么分配 三 多长时间换洗一次床单备照 四 你会拿我和前人做对比吗 五 我不想搭伙过日子 你同意吗 六 最想去哪儿旅游 首先有请我们的 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问对方 好 牵手后两人的钱财 你怎么分配呢 这两个钱财 那算盖就没能玩 四号女嘉宾有什么 你想问男嘉宾 你有房子吗 有房子 牵手以后能到那住吗 那不能住 你的妈谁找她 你给了我 能到女方家住吗她 你是要求到女方家住吗 男嘉宾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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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女方不能上你家住是吗 嗯 不能 不是 我还是三个人 他不在世会多久 我们女方我肯定不能收留她 好 来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你没有啥想问二号的 你愿意不愿意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我 你 你还自助你啥 就是 如果愿意 我愿意跟你牵手 这是可嘉导 就是这个 好 女方不用回答 用这行动告诉我们就可以 行不行 这是她想向你表达的 怎么想着你 我没法自助你点 就是啊 你还点到 啊 有请三位背对背站好 不能不站 肯定不能站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你老瞄人家 你想看你就大胆地看 不会要你的工资卡 你自己的生活自己安排 那行吗 你不要工资卡行 我先跟你 不要工资卡 我先跟你 你愿意不愿意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支持我 如果愿意 我愿意跟你牵手 二 你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做什么 你喜欢上哪去 我就带你去陪你 我会就是对我的另一半呢 就是说 特别关心她 对她的身体啊 生活啊 非常的照顾 然后她喜欢吃啥呢 我会做包着 饺子 都是非常爱吃的东西 嗯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不表示一下呢 以后对你不好了 一 请选择 一位是家庭优越的二号女嘉宾 一位是贤惠温柔的四号女嘉宾 男嘉宾能否勇敢转身 最爱告白 爱的选择答案马上揭晓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每一本 明哲 明哲 你快回来吧 我生病了 明玉她们不管我 咱爸都生病了 你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哎呀 你们这是让我太失望了 爸 您发烧啊 我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我要喝手摸咖啡 爸 您把空调开太低了 这是冻感冒了 今天天气这么热 我不开低点 你们想热死我呀 爸 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 细节能又环保 还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空调调高一度 全家都挺好 调高一度也挺好 一 请选择 非几海来 有请三位站到我身边 女嘉宾 告诉我 没有转身的原因 不适合我 嗯 您所谓的不适合 是他跟你提出的那个条件 你觉得不适合 不是呢 没有理由啊 这小伙子没有材 我本质 办事能力 干净历史 我为什么要到达 嗯 这是您小的 对 好 我们在四号 你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没有演员 好 男嘉宾您是为二号转身的吗 是啊 是为二号转身的 嗯 所以说你希望他能够 和你的想法达成一致 因为你看好他了本身 是不是 是啊 但是非常的遗憾啊 都不正常 心里有激应 因为女嘉宾生活条件呢 可能是 比较稍微优越一些 男嘉宾说不好听话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坎 可能他先考虑的是经历上的问题 是不是 因为 可能对于他来说 想要管对方一个保障呢 首先自己要先有一个保障 但是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 风雨总会过去 男嘉宾 您会遇到一个 可能在金钱上没有资助你 但是在感情上资助你 和你共同扛过风雨的一个女人 可能更值得你去珍惜好不好 来吧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好吗 非常感谢 再见